此时,聂黎不断地宁恋着自身的天道之力,然后往前迈出了一步,踏上了第122级台阶。 看到这一幕,远处正注意这里的人心中一灵,聂黎这么快就有动作了,居然又迈出了一步。 要知道120多级的台阶,每迈出一步,都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那是象征着天命境界跟天道沟通的极限。 没有达到天心境界的人,最多只能达到138级台阶。 那是天灵院数千年来所有天才的极限。 所有人都目不准睛地看着这两位天才的较量。 哼,居然又踏出了一步,不过那又能怎样?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已经站在125级台阶上了。 龙语音嘴角微瞥,冷哼了一声,他静静地凝炼着天道之力, 强行往130级台阶踏了出去。 那强大无比的反弹之力,令龙语音的灵魂海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简直就要爆裂开来了一般,但是龙语音依然还是咬着牙, 踏上了130级台阶。 圣灵天榜上的排名,又发生了变化。 龙语音的排名,从第十名变成了第九名。 正在古碑前围观的众人顿时哗然。 天呐,龙语音的排名居然又往前了一步,到了第九名。 作为一个新人,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看来聂黎注定要输了,这个层次可不是那么容易能够达到的。 龙语音无疑是近些年来,最为耀眼的天才了, 一般新人,是很难在几个月时间内杀到这么高的位置的。 聂黎居然跟龙语音下了那样的赌注,真是不知所谓啊。 那个境界,岂是说能达到,就能达到的。 金燕站在119级台阶上,他已经无法再往前一步了, 几次想要往前踏出一步。 灵魂海都无法承受那恐怖的压力,他抬头看着龙语音和聂黎的背影,眼眸中充满了极度之色。 他比不过龙语音也就罢了,为什么连聂黎都比不过? 他心中非常的不甘。 可是,不管他怎么努力,他就只能在这里止步了, 只见远远地看着聂黎和龙语音的背影。 他是绝对不相信聂黎能够赢过龙语音的。 龙语音那种层次,简直不是人类能够达到的,聂黎想要超越龙语音,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萧宇也是担忧地看着聂黎,他不知道聂黎为什么会答应这样的赌约。 聂黎皱了一下眉头,当他走到第122级台阶的时候,他就已经感觉到了强大的压力。 就跟前世师父说的一样,我的身上力气太重,虽然天地容纳万物,可以包容每个人的力气,但是想要得到天道的认同,却是太难了。 聂黎暗自心想道,不过当然,这122级台阶并不是他的极限。 如果在这122级台阶就止步了,那我岂不是白活了这两世? 聂黎就这么站在第122级台阶上,双眸微闭着,开始运转起了天道神诀。 天道神诀,正是能够沟通天地的强大法诀。 天道神诀第一篇章 天道昭然 天能复之而不能在之 地能在之而不能复之 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 知万物皆有所可 有所不可 聂黎难难地念叨着天道神诀的第一篇心法 一股浩然之气 以聂黎为中心 向四周荡开 周围的天道之力 仿佛都受到了聂黎的影响 以一种玄傲的方式运转了起来 正在130级台阶上修炼的龙语音 突然感觉到了什么 睁开眼睛疑惑地看着聂黎 他感觉到周围的天道之力极其紊乱 聂黎究竟在干什么 此时 萧宇等人 也都不禁把目光投射到了聂黎的身上 聂黎完全陷入了某种玄傲的意境当中 此时的他 仿佛与周围的一切融为一体了一般 甚至感觉不到聂黎的气息所在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龙语音皱着眉头 他那俏丽的脸颊上闪过一抹担忧之色 他感觉现在的聂黎有几分古怪 聂黎仔细地感应着 虽然我身上还带着力气 但是我对天道之力的理解绝对不是你们可以比拟的 聂黎睁开眼睛 眼眸中掠过道道神光 他抬起头看向龙语音 不断地融合周围的天道之力 然后往前踏出了一步 一股磅礴的力量 以聂黎的脚底为中心 向四周激荡了出去 圣灵仙境之外 众人抬头看着圣灵天榜 正议论纷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